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港澳型 因为参与人数众多 外出往往要分组活动 各个项目的运动员 有了更多接触时间 然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全红蝉属于年龄小的运动员 外出得到了大哥哥们的照顾 比如全红蝉挽着马龙的胳膊 外出游玩 还有谢思义 炼俊杰 也经常带着小师妹全红蝉 不过游泳队的孙家俊 有点控制不了全红蝉 两人一起活动时 孙家俊直接被全红蝉拿捏 全红蝉当众调侃孙家俊 让孙家俊特别无奈 接着 谢思义晒出了全红蝉的搞笑画面 那是他在玩一只小乌龟 是可以活动的乌龟 特别有意思 全红蝉反复玩 太开心了 还对着镜头搞怪 大家都知道 全红蝉特别喜欢乌龟 每到一处基本都能收到 有关乌龟的礼物 另外 全红蝉只有17岁 正是好动的年龄 小女生一般都喜欢这些 萌萌大的玩具 谢思义借机调侃孙家俊 带娃是有技巧的 学着点 在谢思义看来 带好全红蝉的办法 就是给他一个好玩的玩偶 尤其是乌龟玩偶 他就会老老实实玩自己的玩偶 在这些大哥哥眼里 全红蝉就是小妹妹 甚至可以说是小孩子 全红蝉都说陈若霖更像妈妈 那么像马龙 谢思义这些老将 可以说像爸爸了 他们带娃都有技巧 这点确实值得孙家俊学习 不得不说 中国奥运健儿们太搞笑了 虽然港澳型很紧张 时间紧凑 但他们总能寻找到乐趣 身心充分放松 本次港澳型 全红蝉和盛李豪 无疑是焦点人物 全红蝉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三金王 人气进一步攀升 每到一处总会引起尖叫 在文艺大会演上 跳水队的冠军们一起登场 但只有全红蝉收获单独一份礼物 这说明全红蝉的人气太旺了 至于盛李豪 因为打了几分钟羽毛球 一下子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 让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不断调侃 也算是出圈了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 就像樊振东所说 结交了新朋友 跨项目收获了新友谊 这些都非常宝贵 通过这次活动 运动员们的身心得到全方位调整 可以更好思考自己的未来 在这些运动员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的强大 有希望力量坚持不懈和团结 这些也是中国体育 在未来不断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